向甲常规赛第十一轮的精彩对局 是由红方象棋大师许文章对阵黑方六脉神剑赵欣欣 开局选择骑马队挺足 红方平炮准备出狙 黑方赶快跳马 双方出狙之后 红方选择冰三进一 此时黑方进炮中狙 红方马尔进三 黑方先飞向 红方选择聚八进一 摆脱对方的封锁 黑方先跳拐脚马 并不怕红方平局来捉 此时不仅要捉马 同时服有炮九平八打狙的棋 所以黑方不能走狙九进一 只能是走狙二进一 那么红方呢 就抬一个巡河 服有平炮打狙之后 再平局捉炮的棋 黑方的炮很危险 赶快先退回来 红方再走横狙 黑方越马登狙之后 选择走一个向位狙 将来四机可以对足 此时红方选择挺兵腰队 黑方自然是不能吃 否则要丢马 所以选择跳马上来 将其保住 是很稳妥的下法 同时给二路锯伸根 此时红方选择外马腰队 双方对掉之后 黑方再选择对足 这也是计划当中的选择 红方此时选择炮平三 描住是更为稳妥的走法 实战选择鞠一平八 拉过来牵制 由于对方的鞠是有根的 那黑方可以顺势过足 由此呢 黑方已经是反先之势 红方踩掉鞭足 当前局面 黑方更为紧凑的走法 可以考虑进鞠吃马 红方的鞭马没有好位 大概率只能平炮保住 那么黑方可以强硬的再骑掉马 那么红方一吃 黑方可以马四进三 这个局面下 虽然红方多子 但是黑方有双足过河 此时打着鞠 如果把鞠简单一躲 那黑方可以充足 直接捉马 同时俯有马三进二的气 显然黑方打优 可惜的是 当前局面 黑方走了一步捕试 错过了进鞠吃马的 扩大优势的机会 那么红方赶快选择冲 这样呢 黑方一踩 红方可以得一个大子 黑方打 红方吃 跟刚才相比 黑方只有一个过河足 这个补偿呢 并不是很大 实战当中 选择强行往下冲 因为黑方已经少子 必须要快速进攻 红方退居 黑方就继续往下冲锋 红方选择躲炮 这里打马 黑方必须要躲一下 选择退炮 反打红方的马 红方选择 马一退二 咬住黑方的过河足 但这并不是重点 黑方此时 平炮打马的时候 红方应该选择 马七退九 七一呢 是可以保住底下 不让对方乱吃 七二 是亮出自己的八路鞠 对右马的保护 可惜的是 实战红方选择马七进六 那这步棋呢 应该说是本鱼的转折点 被黑方打向之后 黑方平均一捉 这样一抓呢 由于二路马无根 很尴尬 这个棋呢 要面丢子 一旦丢子 那黑方就要占据主动 虽然这里可以捉 但黑方简单一躲之后 红方还是难逃 马炮被捉的命运 巡章一看啊 必然要丢一个子 索性呢 选择显示个兵 那么黑方吃回来 当前局面 是本局的第二个转折点 红方虽然已经吃亏 但是呢 还是有挽救的余地 应该选择炮二平五 可能更为稳妥一些 毕竟呢 对黑方是有反击力的 那如果黑方实战 选择进鞠来吃炮 红方可以回马强行保住 你平局吃我 我就进鞠吃你 你的马呢 也没有好位置 如果你一味的逃跑 我就继续抓你 你回家 我可以回来保住 将来可以兵武进一 给炮生根 那红方呢 还是可以抗衡的 这个棋啊 依然是胜负难料 可惜的是 红方此时走平六 这样呢 位置的小小偏差 导致本局 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那么红方此时 对黑方没有任何的威胁 黑方赶快进鞠一桌 然后再选择平局桌 再选择下足 红方只能是被动挨打 这里选择躲向 黑方平局 准备攻击底线 此时红方选择出帅 可能更为顽强 实战选择回马 黑方自然的先靠足 这里选择退炮打足 黑方顺势一将 红方呢 只能是被动防守 此时选择退局较将 咬红方的中向 这里只能进炮挡住 黑方再选择进马 鞠马炮足左右夹攻 红方应接不暇 选择飞向先扛住 那么这里再将 再选择抽鞠 逼迫红方的鞠呢 去回家 由于这盘棋啊 是快棋 黑方眼见优势很大 也没有呢 想的过多 这里先躲 准备咬向 红方时间也紧张 这里先抓一抓再说 然后呢 再去捉炮 那黑方选择推抵一将 然后选择进鞠将 此时红方选择退炮 继续保持鞠齿炮的威胁 黑方赶快退回 红方抬鞠 准备将来平鞠捉足 那黑方平炮打向 我就平过来抓足 以上的招法呢 我们摆的比较快 但是呢 没有大碍 黑方始终是大战优势的局面 只要简单控制极好 黑方选择平足 这里呢 选择跳马 黑方就打到这只象 虽然呢 被对方一捉 丢掉了固和足 但由于黑方多双向 这边的炮威胁很大 黑方始终是占优 这里选择退居 准备杀中兵 红方呢 就平鞠来捉一下 再选择捉炮 双方也是想凑一下时间 再选择伸鞠捉 黑方呢 浸泡一将 选择退炮 本局的最后一个转折点 就在这里了 红方此时 应该选择平鞠捉炮 这样呢 黑方的炮不能平到七路 我的马还没有动 你只能选择甩过来 可能对底线有一定的攻势 那么红方马四进六 将来刺激向前冲锋 虽少双向 但是呢 黑方的炮被赶到左翼 你下底将 我就抬个炮 你的鞠马炮呢 也无法形成有效攻势 红方还有一线生机 甚至于说呢 还有机会 但可惜的是 在这个局面下 红方选择的是马四进六 应该说呢 是一步败招 或者说是漏招 此时被黑方平炮一打局 局面迅速恶化 红方拘一躲呢 黑方可以强行进马 黑方此时 充分发挥七路炮 对底线闷弓的威慑力 马呢 直接强硬的跳进来 准备强硬卧槽 这个起红方瞬间就防不住了 没有办法 只能选择进炮来守 这样呢 被黑方平均一抓双 局面已经非常明朗 红方败事已定 实战 选择仰脚事 那黑方呢 顺势挂脚一将 再选择失事 红方呢 就投子认负了 此时 必丢大子 如果选择回马 黑方简单退去一桌 这个起呢 也就大势去矣 许文章一看啊 这个局势呢 再也无力挽回 即选择了 投子 认负 好 好 好